年轻人举起左手竟然是一把枪 超路边车辆连续击发 打了28枪 射击之后还抬头看自己恶搞杰作 另一名同伴从树下长影慢慢靠近焦头接耳 那很强耶 很冒烟 一路举枪瞄准车头 接下来两个人以此发现什么靠近镜头 看到那个摄影机的 锁定目标要毁掉行车记录器 捅破玻璃 随着喷下来 脚踹不破 还用枪托猛砸 车停路边竟然被当成标榜 比较远距离打了 所以说那个弹筒就比较小 再往前走到前半部座位区 像这两颗就是水进距离打的 这个玻璃都裂了 这个比较严重 内层的玻璃都已经被震碎了 这梦这也是都进距离 这辆车玻璃前后竟然多达30个BB弹弹孔 好像是在练靶这样子 没有说跟人家结怨或是怎样 现在疫情期间 游览车生意难做 改到学校 载学生当校车 现在又多损失 至少5万修理费 大家都在问 都在问说你的车子怎么样 你是跟人家结仇 或者是怎么人家跟你开枪 事发在台中东区东光源路公园旁 BB弹啊 没有结仇到底为何被锁定 BB枪最正确做 从刚开始26号凌晨一点多 两名男子坐在公园椅子上 一副像大爷般大约10分钟 因为他们先演技力大 朝眼前游览车车窗接连射击 而电眼就对准他们 监视着全程犯案证据 四地新闻陈振栋 台中报导 后 alleg未出现